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聊一下俄乌局势 今天呢,是俄乌局势进入了第107天 前两天在第100天的时候呢,大家都在讨论 这个俄乌战争还要打多久 是再打100天吗?是要打到年底吗? 是要再打一年吗?还是要再打10年吗? 到底要打多久呢?这个是取决于谁呢? 取决于乌克兰吗?取决于俄罗斯吗? 取决于美国吗?取决于欧洲吗? 到底要打多久? 那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打21年 为什么还有灵有展呢? 就是因为啊,今天俄罗斯有一个大的活动 今天呢,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人物 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英雄 叫彼得大帝 就好像我们历史上说汉武帝 对吧,一样 说彼得大帝呢,今天是他诞辰350周年的纪念日 350岁了呀 但是呢,俄罗斯还在纪念他 350周年的纪念日上 普京出席了这个纪念日的活动 在这个纪念日的活动上面 普京就讲了一段话 这段话呢,向全世界传递了一个强大的信号 这个信号呢,就是 俄乌战争恐怕要打很长时间 恐怕是一个持久战 恐怕是很久很久 恐怕有的人等不到这个战争的结束 那普京怎么说的呢 普京就说呀 说在17世纪的时候 伟大的彼得大帝 和当时非常强大的瑞典 进行了一个大战 这个战争呢,叫北方战争 这个北方战争持续了21年 这个彼得大帝呢 用21年的时间收回了俄罗斯的领土 普京说今天轮到了我们 普京在这个时候 发表这样的一个讲话 用这样的一个预言 说今天轮到了我们 彼得大帝像当年 为了收复国土 用21年的时间达成目标 今天我们又面临着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要收复国土 我们要用多长时间呢 普京的意思是说呢 多长时间你都不要闲长 因为我们伟大的彼得大帝用了21年的时间 你不要因为刚刚过了100多天 你就厌战了 你就想放弃了 不可以这样 想想350年前的彼得大帝 350年前他也是彼得大帝出生啊 彼得大帝在17世纪的时候和强大的瑞典 彼得大帝和当时的俄罗斯都没有退缩 今天我们就面对着一个若不堪言的一个乌克兰 我们就要退缩吗 乌克兰根本就不开一击啊 那这两天呢 事实上在这个战争整个的过程当中啊 乌克兰从来就没有有信心过 他们从来就没有占过优势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乌克兰的外长 乌克兰的防长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的那个顾问 一直都是在向美国以及欧洲 就是要钱要武器 每次他们的发言都是 我们的形势很严峻 我们面对了一个强敌 那今天呢 他们又说 俄罗斯是一个占有非常大优势的一方 他们在火炮方面 是我们的20倍 他们在弹药方面是我们的40倍 我们需要你们赶紧给我们武器 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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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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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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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国呢 在前一段时间 给乌克兰所提供的是一些轻武器 最多呢 是那种肩抗式的毒刺导弹呢 标枪导弹呢 这些 那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呢 美国就开始给他提供重武器 都是一些火炮 甚至呢 最近又批准了要给他多管火箭炮 海马斯 虽然说呢 不给他提供陆军战术导弹 也就是那种精准打击的远程导弹 但是呢 他的威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了 M777火炮呢 已经在战场上用上了 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乌克兰方面也夺回了一些阵地 有一些阵地呢 就是一个拉锯战 美国以及西方给他的武器呢 是源源不断 美国以及西方 为什么要源源不断的给他武器呢 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非常的耐人寻味的 美国他当然是希望这个战火 一直延续下去 直到把俄罗斯拖垮 那么他煽动的欧洲 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动机 现在欧洲呢 都在看着美国的颜色形势 美国给他提供轻武器 他们就提供轻武器 美国提供重武器 他们就提供重武器 为什么是会这样呢 美国一方面要拖垮俄罗斯 另外一方面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 也是赚的是盆满钵满 你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赚钱 难道说欧洲的不想赚钱吗 欧洲也想赚钱啊 所以欧洲呢 也紧跟这个美国 德国为什么说 转变了立场 一开始他说他不给他提供武器 还记得吗 而且呢 他还不允许买他武器的那些国家 把德国的武器转手提供给乌克兰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呢 德国给乌克兰提供了一大批的头盔 让这个乌克兰呢 非常的恼怒 但是后来德国就变了 德国现在在欧洲的国家当中 他提供的武器是最重的武器 也是提供武器最积极的 那么今天俄罗斯的媒体发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更进一步的揭露了 美西方为什么这么积极的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除了要拖垮俄罗斯以外 他们当然是为了赚钱 还有一个对他们特别有好处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的媒体呢就揭露说 大家应该能够注意到 美国以及欧洲给乌克兰提供的好多的武器 他们自己都声称说 这是我们所研制出来的最先进的武器 我们自己的军队都还没有使用 我们先给乌克兰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 是他们这么好吗 是他们爱乌克兰吗 俄罗斯的媒体揭露说 并不是 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 这个猫腻是什么呢 就是你新研发的这些武器 是需要进行试验的 是需要进行测试的 是需要看它的实战的结果的 那么现在就正好有俄罗斯和乌克兰 这种实战的环境 而且呢 又有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强敌 那么他们就把他们自己新研发的 还没有进行试验的这些武器 拿来到这儿进行试验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机会啊 而这个乌克兰呢 又很愿意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来帮助美国以及欧洲的这些国家 进行这些武器的实验 乌克兰的那些士兵们 乌克兰人说呢 我们无所谓 我们要打到我们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我们就是来牺牲的 那么我们最近呢 还看到 是美国自己的雇佣军 他回去了 那个叫杰克林伍德 他不是一个年轻人呢 他是一个退役的军官呢 看样子呢 得有个四五十岁了 然后呢 他去了乌克兰 他就回去了 他就说 乌克兰的情况很糟糕啊 那些标枪导弹呢 还有毒刺导弹呢 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都没有派上用场 在乌克兰的前线 这些武器就放在那 躺在那睡大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不好使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里面都没有电池 没有电池你怎么使 可见呢 美国以及西方 给乌克兰提供这些东西 并不去考虑 乌克兰前线降势的危险不危险 是不是能给他们造成障碍 是不是能给他们造成挫折 甚至能给他们造成伤害 以及死亡 他们根本就不管 他们就想试验一下 我这些东西好使不好使 是一个什么状况 而且还让乌克兰 给他们反馈这些信息 这是像什么你知道吗 正像疫情以来投入使用的那些疫苗一样 还记得在最初的时候 中国刚刚发生疫情的时候 那会有科学家就出来说 这个疫苗要出来 说是要经过起码18个月 要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甚至两年以上 疫苗才能出来 结果呢 后来一年的时间就出来疫苗了 有些人为什么说抵触这个疫苗 有一些抵触疫苗的人呢 他们原本并不是疫苗的反对者 就是西方啊 他有些人啊 我们中国人就觉得 哎呀疫苗这个东西 是现代科学的一个进步 我们现代人生活在现代啊 我们都有疫苗来用 来保护我们 我们觉得好幸福啊 可是呢 你知道美国西方吗 他们有一些人是反对这个疫苗的 他们觉得说呢 疫苗这个东西呢 是对身体有害的 他们不打这个疫苗 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呢 我知道了这个信息以后 我特别的吃惊 这些人你不是脑子有问题吗 你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就有这些呢 他就是反对疫苗 他什么疫苗他都不打 那么现在不打新冠疫苗的 有一些人呢 并不是这样的一些人 他是原本是接受了疫苗的 只不过呢 他是觉得说呢 那些资本家 根本就不为我们考虑 把我们当小白鼠来试验 他没有做足够的试验 就想拿我们来做试验 就跟这一样 美国以及西方 他那武器啊 就拿乌克兰来做试验 所以呢 你就看到在前线 好像是呢 美国以及西方 老是不停的给他武器 不停的给他武器 但是在前线乌克兰 自始至终就没有占优势 现在还说什么 说在炮果方面呢 俄罗斯是它的20倍 在弹药方面 俄罗斯是它的40倍 我们要知道 俄罗斯满打满算的 军费开支只有651 而美国自个儿就有七八千亿 是不是 那欧洲的那些国家 北约那些国家加在一起 它怎么着 它也比俄罗斯要多多了呀 对不对 但是呢 一点都没有展示出来 对俄罗斯的这种力量 对比的这个差距缩险 为什么呀 那我看到西方的媒体 就是说呢 说乌克兰呀 就是一个无底洞 乌克兰太腐败了 这种武器呢 给了他以后呢 还指不定都去哪 全都去了黑市了 轻武器去了黑市 中武器也去了黑市 他们就靠着武器去黑市 赚了很多钱 轻武器赚钱 中武器更赚钱 说给他的这些武器 指不定哪一天 在世界哪一个角落 就冒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还有俄罗斯 给他炸毁了很多 这也是一个方面 但是呢 更主要的就是 他这些东西呢 就像美国那个 雇佣兵说的一样 不好使 试验性的 那德国的总理 朔尔茨 他在前两天的时候 他又说了 他们要增加这个军费 1000亿欧元 1000亿欧元 然后呢 他们要给乌克兰提供 最先进的武器 刚才我说了 最先进武器 这是骗人的 最先进的武器 就拿来做试验的 但是呢 现在德国被乌克兰和波兰联合痛骂 他们联合痛骂呢 还不是说骂这个德国 给乌克兰提供武器呢 只是为了做试验 然后我今天看到乌克兰和波兰呢 他们两家联合骂德国 说德国呢 实际上是欧洲的奸细 说你们提供的这些武器 到底是指向俄罗斯 还是指向我们 这是波兰的副总理今天说的 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 就说 欧洲给我们的这个武器援助 其实是非常弱的 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 对我们的帮助呢 是非常弱非常弱的 泽连斯基并且指出来说 你德国增加了1000亿欧元的军费开支 但是并没有体现在 对我们的支援上 你们想干嘛 你们想壮大自己 将来是要打俄罗斯呢 还是将来要打我们 我前两天就说啊 这个俄乌战争呢 美国就是说 使得这个西方国家啊 从未有过的团结 其实不是 其实他们之间不是更团结了 出现了很多的裂痕 使得他们这个国家呢 各自都有各自的小九九 因为他们也都受到了一些恶劣的后果 比如说美国现在 美国到国内 他们国会里面的议员 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他们的媒体就有了不同的声音 他们的人民也有不同的声音 人民的不同的声音就表现在 拜登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上台不到两年 这个支持率一直下降 降到百分三十几 历史上最低的 美国除了他国内的那些危机以外 通过膨胀 一点解决的迹象也没有 越来越严重 那么拜登面临的 这个中期选举 现在我认为 这个中期选举 民主党必败无疑 肯定得办 这国会里面 肯定得让这个共和党占了多数 那共和党如果占了多数的话 拜登的日子能好过得不了吗 拜登的日子如果不好过的话 2024年他必然是连任不了 就算是他不寻求连任 算是太大了对吧 其他的民主党的候选人 也应该够呛 这是美国的问题 美国的自己的问题都非常严重 然后呢就是英国 英国今天被严重打脸 为什么呀 俄罗斯今天公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顿巴斯法庭 对三名雇佣军进行了几天的审判 这个审判其实都是公开的 进行了几天的审判 今天进行了判决 有三名雇佣军被判处死刑 这三名雇佣军呢 其中两名是英国人 一名是摩洛哥人 今天这个死刑结果公布一号 英国的外交大臣 就那女的啊 在他的社交媒体上 发了一个长文 就对俄罗斯进行了谴责 还发誓说呢 说我们会对我们英国的这两名士兵 保护到底的 我都判死刑了 你怎么保护 这个事呢 引起来了网友的一边倒的痛骂 很多的英国人的网民就认为 你英国政府就是罪魁祸首 是英国政府把这两个人送上了断头台 人家其他的国家 包括美国 包括这小国韩国 人家全都是声明说 我们不主张我们自己的国民 到乌克兰去参战 韩国甚至说呢 你要去的话 就是违法 是违法是犯罪 但是英国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个外交大臣 他公开的 他表示说 他支持所有的英国人 去为乌克兰而战 这不是你把他们送到了断头台吗 因为你只是雇佣军 那么俄罗斯呢 并不把这些人当成是战俘 虽然说抓了你了 但是你并不享受战俘的待遇 乌克兰那边再愿意 也不能跟他进行交换 这三个人 其实还只是一个开头 后面肯定还有好多 这里面肯定还包括什么 美国的加拿大的波兰的 包括好多 那如果到那时候的话 其他国家的政府可能 不会受到这样的围攻 因为像其他的国家 并没有支持他们去 但是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 这个女的 他公开表示说 支持 你对他们的家人如何交代 最近这些日子呢 英国的首相 波里斯·张森 他就面临着被投了不信任案 他这个不信任案呢 到最后在国会没有通过 差一点都通过了 如果这不信任案通过的话 你就得下台了 然后就德国 德国我刚才已经说了 德国自始至终 都是被火上烤的那一方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不支持 然后就受到了乌克兰 以及其他国家的这种抨击 后来他又支持 支持呢 他又出面调和 也被乌克兰骂的是狗血分头 现在呢 我其实挺不明白了 为什么要骂他 他不是很积极吗 给你们提供这些武器 为什么要骂他 就是因为 他那一千亿欧元 没有全部用于你乌克兰吗 波兰为什么骂 我当然是能理解 波兰就挑事呗 或者是波兰 他意识到了 他自己的危险 因为波兰和德国是邻国啊 德国很明显的 这一千亿欧元 并不是为了来支援乌克兰的 那不是为了支援乌克兰 为了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完了以后呢 谁最先受到威胁 还不是他的近邻波兰吗 好 我们从以上的这些方面来看 美国西方 他们有很多的理由 源源不断的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然后乌克兰那种民族情绪又特别的高涨 泽列斯基都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民族英雄了 他能够放弃他自己国家的这个土地和领土吗 他好多次都表示说我们不放弃领土 不放弃任何的一寸土地 包括克里米亚对吧 所以这个战争他能停吗 怎么可能停呢 那普京现在呢就做好了准备 我们要打一个长期的战争 打上21年都不为过 那俄罗斯方面今天还公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呢 俄罗斯的本土 克里米亚 乌南乌东地区 全部都打通了 恢复了克里米亚的供水 恢复了整个这些地区的交通网络 交通网络呢 其中就包括公路网 还包括说他们这段时间呀 人不知鬼不觉的 俄罗斯的铁路公司 修复了1200公里的铁轨 现在铁路也通了 人家俄罗斯呢 就在乌克兰过上日子了 过上了红火的日子 你说你啊 乌克兰你还说 领土寸步不让 包括克里米亚 这可能吗 除非说美国现在提出来 说割地赔款 割地弹劾 这个战争呢 有可能停下来 否则的话 这个战争一直打下去 而俄罗斯现在决心很大 现在如果说乌克兰提出来要和谈 你和谈如果不满足俄罗斯的条件的话 我估计俄罗斯都不会放弃 更何况呢 现在一直在打 乌克兰反正是 哪能打我就打哪 反正我就打着 反正这些弹药呢 是白来的 虽然说以后要还 以后 谁管以后啊 有没有以后啊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